支持堕胎的人最恨的就是跟他们相反立场的反堕胎的人 反堕胎的中间力量就是基督徒 但是面对现在这样的堕胎主义者的愤怒抗议 却有不少的基督徒去到现场向他们传福音 可想而知在这种场合基督徒是最不受欢迎的一群人 因为他们知道基督徒这群人是管男人叫男人的人 是管女人叫女人的人 这群人一直强调胎儿是生命 他们古板他们教条 而且还会说出关于堕胎的真相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 在华盛顿的堕胎大游行中 有一个大哥就出现在这个集会里 他站在路边举着自己做的耶稣爱你的牌子 说出了所有支持堕胎的人最反感的一个事实 他站在那里对着所有的人喊 很高兴你的母亲没有把你堕掉 不然我就没有机会认识你了 下人又在那里 天经理 voluntary 这个大哥太勇敢了 而且句句说的都是实话 想想看 如果这些人的妈妈 在当年把他们全部都给堕胎了 那今天不就没有这些人 站在这里抗议了 不是吗 正是因为他们的妈妈 没有那么做 所以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一个大脑当机了 才会去支持杀人的一个机会